我刚刚提到,至少会有用两个方法,更新网路上的资料,就是我们来源部分的话,假如说你要跟其他人同步的话,那当然第一个,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个更新资料,否则的话以后很多人都有这个资料,可是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版本,可能有的人有新,有的人有旧的,然后最后新就参杂在一起之后,大家要把它集结在一起的时候, 那那个人就很可怜了,因为之前我蛮常遇到这些同学,他就是要汇整资料的那个人,结果他发现有新有旧的资料,最后汇整在一起就很头痛,那怎么办呢,其实最简单的方法,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方法,之前我是有,一般公司里面有些是把也是有拿到那个网方去共用,可是会发生很多的问题,比如说档案会有很多的资料,还是会移动,因为共用,它毕竟不适合用在, 就往往方共用那个共用,而且有时候会存取,会非常的缓慢的问题发生,那另外当然呢,我之前想到的方案呢,不就是干脆就架一个,架一个那个资料库的伺服器, 那当然对懂的人来说,就是会这些技术来说,不是什么问题,可是对一般来说还是蛮大的问题,所以想一想,倒不如干脆用什么,用云端来解决,云端的方式来解决的话, 它的好处就是说,你只要有,可以连上网路任何电脑,其实都可以做更新的动作,但会有哪些地方可能要注意,第一个就是说,我们会需要有一个地方,放我们的档案,所以你可以找一个资料夹,比如我刚刚建一个TEMP,那我就把这个档放上,不过放上去特别注意,记得一定要在设定这个地方,一定要打勾,打勾的话,它才会转成 那个Google的试算表,你才有办法发布,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,你是没办法发布,因为你会发现,如果这个底下这个是没有打勾的,打开就是这样子,打开这样子的话,你没有发布功能,OK,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,那你要有发布功能就是转换,丢上来一定是十字的,而不是叉叉的,然后呢,利用这里面的什么功能呢,利用这里面的这个档案里面的这个发布到网路功能,那发布的部分, 然后呢,它这边有分,是整份文件发布,还是单一个工作表,OK,那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,我是建议是单一个工作表,如果你整份的话,它变成说,它看到的话,它可以切好多工作表,也就是说你一次发布是好几个工作表,那可能会有问题,OK,所以第一个,你要先选哪一个工作表, 它的架构呢,其实跟eSale,几乎一模一样,然后发布成什么呢,发布成网页,或者是CSV,不过我们刚刚试两个方法,发现好像CSV,真的是大获全身,而且简单很多,不过其实概念都差不多,反正呢,它发布出去,如果是网页的话,最后看到的结果, 当然就是会长得像这样,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网页,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把一些资料,放在网路上,给人家看的话,那这也少,比如说人家说,你可不可以把什么资料,可以, 让我可以在这个电脑或手机上可以看到,那你就怎么样,发布到网页之后,比如说客户端或老板端,你可以把eSale给我,我现在人在外面,你可以把eSale,可以直接让我看到,那你给它的话,有几个方法,发布之后这个网址很长,对不对,那你其实可以用,我之前好像跟各位讲过, gg.gg.gg,有没有,就这一个,那这个有个好处就是说,你可以怎么样,把它的网址缩短,并且产生QR Code,所以如果你有老板假设说,老板以后你要看的话,你可以怎么样,可以给你一个短网址,如果你这个网址记不起来,你可以怎么样,自己定一个名称,这个名称,用它可以记得的,比如说用它的英文名字,或者用什么,反正你在 再记不起来,你可以缠这个QR Code,说我把QR Code印下来给你了,你就放在你的皮夹或哪里,以后你扫一下,里面的资料就在那里,这样不就怎么样,很方便嘛,对不对,你随时可以看,那这个发布呢,只有权限,只有观看的权限,也就是它不能修改,如果它要修改的话,那你必须怎么样,用我刚刚讲的这边共用,共用给它,它才可以修改,也就是说,那当然如果 如果你假设,这边共用之后,它只要进到这个网页里面,它可以去开启这个档案,然后可以去做里面修改,那如果说在手机上,手机有那个APP,叫云端硬碟的APP,也有一个叫Google四川改的APP,那你把它装起来之后,如果你开启那个编辑功能给它的话,它也可以在手机上去做即时的修改,而且修改完马上会变更, 也就是说,基本上就是把Google的四川表当资料库来用,我是觉得用起来,其实就跟我们在使用资料库的这种一般操作,基本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异了,只是说它当然没有那么复杂的功能,那主要是解决什么,我资料给你,你方便取得, 那要给方便修改的人也能修改,不是说所有人都能修改,OK,你可能要设定一下,这个可能如果对于这个设定不太熟的同学,也许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,尤其我刚刚讲这个了,你可以产生QR Code,然后人家就可以很方便去存取了,这感觉也蛮妙的, 另外呢,有些东西你想说这个资料要怎么填进去,其实未来甚至你也可以思考一个东西,就是你可以跟那个Google的表单做创接, 也就是说如果前端要输入东西的话,它输入完之后也会丢到那个试算表,也会产生一个Google的试算表,那个试算表一样可以,就是在网络上看得到,只是说这要怎么串,可能你们要动一点脑筋,我觉得这已经可以做出很多东西了,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需求并不是要那么复杂的话,那这些东西我想已经够用,而且它的好处是, 你第一个不用写程式,第二个的话,你也不用架server,不然的话你要架一个server,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,因为等于是你要个机房,那机房上面要有一个主机,那你要去管理它,OK,所以其实基本上大概,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发布的话,我刚才再补充一个,这个东西的话,基本上发布到网络,也就是今天特别有强调的是,建议是用这个CSV, 当然底下有什么CST,这个我没用过,它差别应该只是说把逗点换成TAB,定位点,好像没有不一样,另外一个PDF,PDF我是没有用到,因为PDF,主要是应该是给人家看,但问题是将来要编辑就是个问题,它没办法做任何编辑,但是如果你改成用网页,它前端这边也许还可以再编辑, 所以另外它旁边有可能是一签,不过这个也许不是那么重,这个可能就是放在网页上面,OK,那再来的话呢,当然我们刚刚有用那个CSV,我刚刚有特别强调,这个部分的话,主要将来你要去接它的话,在那个Excel里面,如果是网页,接的方法,特别注意就是什么, 我是用,我就把它先删掉一下,我要接它的话是用从WAVE,但如果CSV,假设这个,这个是CSV,如果CSV的话是从文字档,OK,最大差别是这两个地方,可能要注意一下,进去大概都差不多,录制的方法这个是从WAVE,然后我们就把它接下来之后,其他动作都差不多,那就把资料从网路上抓下,我刚刚已经两个都写完了,然后程式, 前面的部分,有一部分是用录制的,所以录下来主要是Wiz到Wiz这一段,OK,然后CSV只有一个清除,然后Wiz,后面其实它本来是UR,它变成TES,然后后面一样是一个什么,一个这个网址,当然未来,它这个后面除了可以给一个网址之外,也可以给你电脑里面的某一个路径,也可以开某一个路径,就是如果你已经下载到电脑 里面的某个位置,你也可以C冒号斜线,AAA.CSV,也一样可以,它一样可以开得起来,OK,其他这个都没有改,OK,其实可能要特别注意,就是说它应该是,关键的地方应该是这个array, 1,1好像就是都要的意思,1跟9,好像9好像是隐藏,不要,OK,这个也许你们有兴趣的话,可以用那个资料,这个跟资料剖析那个部分有点像,好,最后的话呢,我们就是,这个第一个是用网页的,所以网页比较麻烦,最后还要再删掉第一栏, 第一栏,三调A栏,然后自动调蓝宽,就是乳肺虚,另外它的效率真的比较差,我刚刚有真的实际上,就是做一下那个比对,资料更新,这边做一个按钮,按一下,那你会发现,大概一,大概我刚刚算了,大概速度,差不多要17秒钟,还没下来,我大概算了, 其实应该可以加个计时器,只是我觉得程式加,是没什么困难,但是,我觉得好像没必要,大概知道就可以,大概10来秒,我刚刚算了17秒,那如果用CSV的话,更新,按下去,1,2,3,3秒钟,OK,所以,两者比较之下,CSV就大大的胜出了, 所以以后的话,假设,你们要把资料跟别人共用的话,应该就知道方案了,所以我们最后其实,把你们要使用的这个过程,1,上传这个,2的话记得,你刚才发布,如果你就要最后那个最好的那个方案的话,记得就是什么,这个记得用CSV就好了,然后得到这个,再给什么,给这边去抓取, 那抓取的部分的话,其实,录制也不用了,其实将来,你甚至可以拿我云端上面这一段程式,直接贴上,只要改一个地方,改这个HTTP后面这一串就可以了,因为其他都一样,OK,所以请各位试一下,另外还有一点,可能要注意,我刚刚这边按下这个按钮,如果你加这个按钮,因为它有删除,我印象中它好像会变形,还是怎么样,所以记得这个控制像这个,可能要, 摘要资讯这边要大小位置,不随那个储存的改变,不过我记得好像会因为你删除裂,它会变形,这个可能注意一下,那这部分的话呢,请各位试试看,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,今天主要就是,把那个,如何使用云端硬碟来更新,你的,这个Excel 的资料, 也就是说,把那个云端硬碟当成是云端的资料库来使用,OK,试试看,那这个方式,当然不是只能这样,其实延伸性还蛮大的,我是建议如果你对于那个Google的云端硬碟使用,不是那么熟悉的同学可以,以后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, 因为其实它里面真的还蛮多可以用的功能,那我为什么之所以会这样用,主要是因为我两边,其实都用的还蛮熟的,应该算蛮常用到的,OK,那其他后面,刚刚有提到用表单,表单其实也可以加进来,也就是那个表单,不一定是在Excel 里面做表单, 你如果要在网路上让人家输入的话,你可以做Google表单,Google表单的好处就是说,它除了从网页可以输入之外,它从手机也可以输入,那个Google表单有点像,我们第一堂课给各位做问卷那个样子,也就是将来你要填什么,其实你可以做成类似这样的表单,然后将来资料是可以填到,它填的话会帮你填到Google试算表,其实它等于就是把Google试算表来当资料库, 其实到底是一样,OK,试一下刚刚讲的部分,然后做出两个结果,就是一个是网页下载,一个是CSV 下载